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华家强 今天我们有三个重磅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商务部常雷蒙多表示 美国可能采取极端措施 禁止或限制中国制的联网车辆进入美国市场 这是美方对于中国进口汽车是否构成国安威胁的调查 进入新阶段的重要表态 接着我们要谈谈美国对于限制中国使用先进AI模型的考虑 这涉及到对先进封闭原始码的AI模型出口到中国 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国的管制 最后美国商务部表示以撤销部分企业的出口许可 进一步限制美国晶片业者销售特定的产品给中国科技巨头华为 这些动作都显示了美国在科技和国安层面对中国的进一步限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紧密相连的时代 科技与安全成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两大焦点 从美国考虑对中国联网汽车和先进AI科技的限制 到对华为进一步的出口管制 再到国家民航博物馆展出的国产民航机 以及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 这些事件不仅体现了技术进步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也揭示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新动态和挑战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Gino Raimondo宣布 美国可能采取极端措施 禁止或限制中国制的联网汽车进口 这一声明是基于对中国进口汽车 是否对美国构成国安威胁的调查 美方的担忧在于 中国联网汽车可能大量搜集驾驶和乘客的敏感数据 这包括个人行为模式 对话内容以及美国基础设施的详细资讯 这样的措施若真正实施 将对汽车业者构成巨大挑战 因为彻底改造技术系统 以缓和国安疑虑并不容易 除了联网汽车 美国还考虑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 封闭原始码的AI模型 这一政策旨在防止美国的技术 被用于加强中国的网络攻击能力 或制造生化武器 如德国之声所述 这种管制可能要求 AI模型的开发商 在其模型的运算能力达到一定门槛时 必须向商务部通报其研发计划和测试结果 这种做法虽被视为暂时措施 但实施难度大 且可能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 在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限制上 美国政府进一步限制企业向华为供货 特别是在AI领域 如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商务部撤销了部分企业的出口许可 这意味着美国晶片业者 将无法销售特定的产品给华为 这一措施反映了美国对于科技产品 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担忧 以及对国家安全的严格保护 然而 技术和安全的讨论 不仅限于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 如香港电台报道 国家民航博物馆展出的国产民航机C919 展示了中国在民航领域的自主创新和发展 这旨在增强公众对国产民航机的信心 同时激发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对航空行业的兴趣 除了技术和经济议题外 明报报道的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也是国际关注的焦点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 由于军事行动 加沙南部医院仅剩三日燃料可用 这将影响到数千名需要医疗服务的人 这一情况再次提醒我们 技术进步和国际政治的斗争 不应忽视对人类基本需求和权利的保护 综上所述 从美国对中国联网汽车和AI技术的限制 到对华为的进一步出口管制 再到国家民航博物馆的展示和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 我们看到了一个多面的事件 其中技术进步 国际政治 经济利益和人道关怀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复杂但紧密相连的全球格局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技术和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也提醒我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 不应忽略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和对全人类福祉的追求 在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 人类正逐步跨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科技领域 人脑芯片的研究与应用 据《经济日报》报道 Elon Musk领导的Neural Inc.公司 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成功将芯片植入守卫人类患者 Noland Arbau体内 这项突破性的技术 旨在帮助四肢瘫痪患者重新控制自己的身体 让他们能够通过意念 来玩电脑游戏或下棋 然而 手术后数周 Neural Inc.团队发现 患者脑组织中的部分电极镶嵌螺纹接线脱落 这一问题虽然通过软件修复得到了缓解 但也暴露了在这一领域探索的复杂性和挑战 在南韩 一场围绕总统尹熙月夫人金剑西 收受名贵手带的舆论风波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东方日报》报道 尹熙月在就职两周年的国民报告会上 就此事件向国民致歉 并表示对于检方的调查是公平 严格的态度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对于政治透明度和诚信的讨论 也折射出在政治领域中 个人行为如何影响公众对于政治领导者的信任和评价 另一则令人心痛的新闻 来自四川省南冲市南部县 一名男子因情感纠纷 在私家车上持刀杀害一名女子 随后自残 《东方日报》报道 这起悲剧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情感纠纷导致的极端行为的关注和反思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但这起事件让人们不禁思考 如何在社会层面上更有效地预防和解决情感纠纷 避免悲剧的发生 这三则新闻 虽然涉及的领域各不相同 却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从Neural Inc.的人脑芯片研究 到南韩总统夫人的名贵首带风波 再到情感纠纷引发的悲剧 我们看到了科技发展的前沿挑战 政治领域的道德诚信问题 以及社会关系中潜在的危机 这些事件不仅是新闻报道的对象 更是推动我们思考和探索解决方案的起点 在追求科技进步 政治清明和社会和谐的道路上 人类社会仍有许多艰难的挑战需要面对和克服 在英国王室的最新动态中 哈利王子的反应之旅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明报》报道 哈利王子于周三返回伦敦 参加勇者不败运动会十周年纪念活动 尽管他在英国的停留时间为三天 外界高度关注他是否会与王室成员 尤其是他的父亲查理斯三世见面 然而 由于查理斯三世的日程安排爆满 这次父子坚并未能安排见面 查理斯在伦敦的白金汉宫主持周年派对 而哈利则在几公里外的圣保罗大教堂出席活动 哈利的发言人表示 哈利对此次未能与父亲见面表示遗憾 但也理解父亲有许多优先处理的事物 这次短暂的反应之旅 再次凸显了哈利与王室成员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在中国 椰树集团因其争议性的广告再次成为话题 根据《侨报》的报道 椰树集团因广告与违背公序粮俗 被出以4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这并不是椰树集团第一次因广告问题而受到处罚 早在2009年 椰树集团就因其广告内容被罚款 尽管多次被处罚 椰树集团的销售额却依旧高涨 2023年销售额达到50亿元人民币 椰树集团的例子反映了争议营销策略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功 但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广告内容和道德标准的讨论 在韩国 政府正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的严峻挑战 《东方日报》报道 韩国总统尹熙月宣布将新设低生育应对企划部 由该部部长出任社会副总理 负责制定和实施综合社会政策 以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问题 这一新政策体现了韩国政府 将低生育率问题提升到国家议程的决心 并试图通过政策整合和资源动员 寻找解决方案 尹熙月总统的这一举措 展示了韩国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的积极作为 同时也凸显了全球多个国家面临的人口挑战 这三则来自不同国家的新闻 虽然内容各不相同 但都反映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的热点问题 从英国王室的家庭关系 到中国企业的争议营销 再到韩国政府对低生育率的应对措施 每个故事都揭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和变迁 这些多样化的新闻事件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现实 也促使我们思考 如何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寻找平衡和解决方案 在一个充满谜团和隐秘的世界里 从江苏渔民海中捞出的神秘深海间谍到香港法院批准 愿荣光归香港、成静歌 再到北约与俄罗斯潜在的军事对抗 这些事件揭示了当代国际关系和国内政策的复杂性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江苏的渔民意外捕获了一个被认为适用于窃密的装置 这个装置被称为海洋间谍 这起事件揭示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 对中国大陆海域的侦查监控活动 这些海洋间谍装置功能多样 旨在危害国家安全 他们或隐蔽采集海洋资讯 或为侵入中国海域的潜艇提供导航 显示了技术窃密活动的先进性和隐蔽性 另一边乡 《纽约时报》报道了香港法院批准禁止令 禁止了一首广受欢迎的民主赞歌 愿荣光归香港 这一裁决引发了对香港言论自由的进一步担忧 同时也可能影响香港作为一个 不受审查控制的中国国际门户的地位 这首歌曾是2019年民主抗议活动的非官方赞歌 但现在却成为了当局眼中的刺 被视为对中国国歌的侮辱 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北京通过实施国家安全法 加强对香港控制的决心 也展示了科技公司在面对政府要求时的困境 在国际舞台上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报道了北约与俄罗斯之间潜在的军事对抗 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 北约在乌克兰部署军队的可能性引发了担忧 俄罗斯方面已开始采取报复措施 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演习 准备应对西方军队在乌克兰的潜在部署 这一局势不仅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引发了对全球安全的担忧 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区 涉及不同的议题 但都反映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无论是国家安全、言论自由还是国际冲突 他们都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合作来寻找解决方案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中 保持警惕、促进对话和理解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在探索香港媒体的发展脉络时 《明报》无疑是一份不可或缺的篇章 自1959年5月20日创刊以来 这份报纸见证了香港社会的变迁 从一个以连载小说及娱乐消息为主的副刊小报 《明报》逐步成长为一家关心香港 放眼世界的综合型大报 在其近65年的半报历程中 不仅版面、印刷、字体、风格等几经蜕变 更重要的是 《明报》始终坚守中立、不偏不倚 《雅俗共赏》的半报方针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度解析世界时局 与本港政经发展的窗口 从2000年至2013年间 《明报》的头版新闻 就是一部香港乃至全球大事的缩影 2000年5月20日 陈水扁的就职标志着台湾政党轮体的开始 2003年5月20日 SARS疫情肆虐香港 造成1755人感染 299人死亡 成为香港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 2008年5月20日 四川汶川地震造成近7万人死亡 其中露出的酵舌豆腐渣问题 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与反思 《明报》不仅记录了这些重大事件 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度报道 为读者提供了更多背后的故事和深层的分析 例如 在2006年5月20日 《明报》抽查蔡新街农药超标的报道 直接影响到了香港市民的饮食安全问题 2010年5月20日 关于政改正一多年 终于得到人大一锤定音的报道 展示了香港政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而在《星岛日报》上 一个温馨又充满创意的故事 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在河北秦皇岛 一名孕妇阴刚剖腹产丸 夹住七楼且无电梯 为避免她行楼梯可能导致伤口裂开的风险 家人竟然叫来了一辆吊车 将她从一楼再到七楼露台 这一幕不仅展示了家人对孕妇的深切关怀 也体现了人们在面对困难时的创新思维 这个故事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许多网民对这位细心的奶奶表示赞赏 同时也引发了对居住环境与医疗条件的思考 另一方面 经济日报报道了美国官员 就黑客问题与中国交涉的新闻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网络官员 在北京就中国黑客入侵 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 与中国政府进行了交涉 这个事件不仅凸显了网络安全 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也暴露了国与国之间 在网络空间的博弈与对抗 这些报道 无论是关注本地生活的细节 还是涉及国际政治的大事件 都展示了香港媒体的多元性和深度 《明报》 《星岛日报》和《经济日报》等不同的媒体 以各自的方式 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见证着历史的进程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世界 理解香港的多维视角 也让我们在回顾过去的同时 思考未来的方向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